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减选 原因就是新能源是国策主题 在上碳的目标之下 新能源需求持续向好 电力企业积极向绿色低碳加速转型 股份留意华能国际 截至到6个月 6月底为止 华能国际控制的发电装机容量是114吉瓦 权益发电装机容量近100吉瓦 低碳清洁能源即封电太阳能等的装机占比达到大约2成1 而华能国际与东海上封电全部建设完成 是目前国内最大海上封电项目 7月底全部发电并网预计年发电量是17亿5000万千雅士 随着封电等的装机不断提升 公司利润结构将会持续改善 就走势上 华能国际自7月底开始 股价在不够40日内急升8.6 近期就随着大市调整 随着公司加快向新能源转型 投资者可以趁调整在3.7附近收集 目标先看4.5 跌穿3.4就止蝕